三個中產黨 今次要借用時間講講這本新書 這本書不能跟這個節目無關 首先,這本書是《逆權之路》 對上一本書的新系列 作者是這個節目的三位主持 我、Kelvin和周彥大師 沒有這個節目,未必會有緊密的合作關係 因而促成這本書 第二,我們在這幾個月 相關於抗爭運動的分析 或是在節目中討論的議題 其實都是這本書的其中的啟發內容 首先問兩位 如果要講這本書 或者要推銷這本書 你們有什麼東西想跟觀眾分享一下 先說先說 因為我們是後來加入的 其實第一本書的時候 成功爭取賣團版 總之已經是值得 大家多謝 多謝廣大的觀眾和讀者支持 第二本的時候 其實是 我第一本的時候 我是自告奮勇 那些傾向他們說 寫書 給我寫回我的罪 然後就說下一本的時候 大家都是 看到這件事發展下去 只要知道寫完第一本的話 就肯定不會再 不會這麼發源 於是有第二本 我自己的看法 雖然我第一本就是寫了罪 現在第二本我就多了參與 但都不夠他們兩個多的份量 我寫一元沒有那麼快 但你問我的話 可能就贊自己 因為我有份參與會出得大一點 就會覺得 真的比起坊間 怎樣說呢 坊間現在有的 關於這個運動 或者風波的書 最好看的那本 就是第一本 這本就好看過第二本 其他那些 你問我的那些 很多都很感性 都是很偏埋在一邊 就是書情文 你應該這樣說 對 書情文 不是很準確 你說想如果真的 對運動的了解 比較全面 又或者是對一些事實 是比較有系統的去說出來 還有我的參與 可能講多一點點 現在很重要的 就是外國的看法 這樣 我覺得是很全面 原來坊間沒有得比 是輸了很多馬位 你 我記得寫第一集的時候 最重要的是 有一天 我陪Henry回家 那時候就說 不如出本書吧 我也要認識 是居峰的 因為我硬要抓住他 夾住他 來逼他出鏡 所以才有這個系列 第二 我覺得 我不是這樣說 我不是說字跨 全香港 做節目的字跨 講Date in 做Research 沒有人好得過 這三個 就是這麼簡單 講的全部都是書情文 講Date in 真的講Research 沒有人好得過 你的問題 你想要辦什麼 你看完之後 想你是增長了你的知識 增長了你的想法 還是你想很舒服 喜歡別人說了心裡 說了一些話 就很舒服 這是不同的事情 第三 我們當然 我覺得 在我來講 最重要的是 出書來講 都是 玩玩玩 聯繫感情 第四 可能這一本 會變成一個月刊 或者寶寫 因為我猜 應該很快 就會出第三本 我要再補充 Henry給我講一句 剛才大師講的 分析 或者Research 做得很實際 這件事我是不會反對 很同意 但除了那些書情文之外 我覺得那些書情文的角度 真的很冷氣的書情文 我想大部分 寫書情文的人 其實不太了解 抗争者在前面 他們的感受是怎樣 這件事就是Henry 補充的位置 他真是 他的身份 他有寫的介紹 就好像做一個記者的身份 在前線去了解這個狀況 這件事 你問我 我也有看其他書情文 他們那些是很膚淺的 即是膚淺 即是膚淺 即是很奶油 即是很不實際 我覺得 我從來不會像你這樣說 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兩個都經常被他笑 我們很冷氣 總之我不會自貌 我不會經常自貌 我也會笑這個問題 但就有Henry幫忙去補充你的位置 首先第一樣說這本書 我自己覺得最大的特點就是 夠快 即是現在 當外面的書 還在說 自由六月 還在說六月 這本書其實已經說到九月尾 十月頭 十月一 十月左右 去到十月為止的發展 現在都只不過是十月十幾二十日 你就知道貼士的程度是怎樣 我唯一 我不敢說這本書是最好看 或者分析最深 但是這本書一定是最快 另外這本書跟上次那本書的分別 就是售價提升了 上次我一直都不明白 為何這本書賣69元這麼便宜 原來編輯跟我們說 是紀念運動開始的日子 就是六月九日 今次這本書 就因為要紀念另一個很重要的日子 就是十月一日 所以就賣101元 紀念國慶 其實說多一點 我想這本書 我不會說其他人寫 但大前提就是 他會兼備了有些人親身在前線 亦都兼備了另外一件事 其實不是他們不在前線 很多人都在前線 但有時在前線 你就會變成投入了參與者的角度 你就只能夠看到你在參與的角度 你就不能夠抽身出來客觀評論這件事 我們兼備了在冷氣房和前線兩大優點 而綜合而成一本分析的書 當然周應大師其實都好像上次那本書 其實是詳細地說了整件事的來龍去脈 如果你們想知道 即是我們說這幾個月發生過程 有什麼形勢轉變 其實這本書也不是單單說分析 都是給你買回家 你要知道 因為我們香港人經常沒有記憶力 經常覺得幾個月前發生的事 我們已經不記得了 就是去提醒你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我講講一個作為歷史學者的寫法 我有沒有講過這本書叫什麼名字 有 要《逆權之報》 提大家 第一集的寫法 雖然是一個故事式的描述 是會採用一個比較 如果在歷史上的寫法 叫做春秋式寫法 是一個偏年的 是一個時間的 而第二個 就是去到一個解釋性的 因為你已經發生了這麼多事 如果再寫下去 一直加下去 是沒有意思的 我就是一個比較抽離的 《burst view》 一個很macro的方式 第一個很micro的方式 第二個很macro的方式 而且會加上 為什麼會發生這件事 究竟為什麼要在歷史上 即是不能只猜到怎樣壞 你要解釋為什麼要壞 除此之外 我要從這件事 從回歸之前開始講起 不是從什麼開始講起 從回歸之前 林鄭為何會國民教育 由國民教育 或者林鄭之後的一地兩檢 那一刻 現在寫的時候 已經不用 因為之前發生了兩個月的事 兩個月的時候 可能要找一個日誌式去解釋 但是如果發生四五個月 日誌式就會很悶 你就一定要把一些大事 和一些大事 做一個解說性的寫法 如果不是的話 你沒有辦法能夠 其實這樣說 如果當你去面積很大的時候 你就不能夠這麼貼地 你貼地就變成了一隻螞蟻 或者一隻蟑螂 你就一定要是一定程度的離地 你才能夠可以看得出整個 如果不是的話都可以 那你很貼地的話 你就可能要寫幾十萬字 看到別人都覺得很煩 你才能夠看得到 還有我講一講 剛才Henry講到價格問題 但是其實 一本書來講 就貴了一些 但是其實這本是厚過第一集很多 所以如果你逐隻字計 或者逐業計的話 最低的業數 其實那個價錢就是一樣 因為69元就是69元的蝙蝠 101元就是超過100元的蝙蝠 但這裏也順便講一講 其實香港在搞出版 是很嚴重的 有很多人說 你現在出書 你是不是吃人圈饅頭 賺錢 我老實告訴大家 如果是藉著這場抗爭運動賺錢 出書最穩笨 最穩笨 我直接告訴你 這本書第一版 我們就叫你編輯 現在的範圍這麼好 當然最好就是第二版 然後編輯說 現在我們這本是賣一本 賣一本 你叫我家人 你叫我家人 就繼續賣下去 你就要明白一件事 就是你不要想出書 就可以賺錢 出書 你最多就說 它有些範疇效果 會幫到你 但是大前提就是 其實今次這本書 賣101 它都只是津貼之前那本書 我繼續說 它賣69元 印刷成本是30元以上 很離譜 我第一次聽到 我看得到賺9元 很離譜 要給10%作者版稅 當作者版稅 就算是送給別人 結果沒有收到過 然後 因為它要賣發出街 你要是給林朱菊 你可能賺35% 你又發行賺19% 這事實際上它是沒有錢賺 它是沒有錢賺 還要每家印就像割肉一樣 今次這本書賣101元 我想應該有微利 對出版社會 要賣光 要賣光 但其實就是填補之前虧的錢 雖然對於這本書 我也有很多建議 可以在設計方面做得更好 但這不是 第一 因為要趕時間 你沒有時間再想太多 第二就是這本書 這本書其實真的很怕 當作出版公司 肯蝕著幫你出第一本 沒有想過原來香港搞出版 是可以印一本書是蝕錢 還要賣光 不是賣不完 而是賣光蝕錢 這是什麼想法 其實台灣也有的 它故意第一本是蝕錢 但它預計一定會出第二本 那第二本的錢 就蓋回第一本 但這本很明顯不是 因為我們出第一本 都沒有想過出第二本 他真的拍胸口就好 出國可以 就是賣個人情給周慶大師和我們 蝕著出一本 現在第二本 所以希望大家要多多支持 還有就是我們應該會出第三本 因為 因為 有次有中 因為一場運動都未完 只能夠繼續寫下去 最後也說一下 除了在書局有得買 這次未知道有什麼書局有發行 上次我記得我看過 什麼上十大 還是什麼大 三中商 就是大眾 大眾 你想想大眾頭五名 其實本書 都不是賣到幾千本 其實現在香港出版 都很惡造 另外我想之前那些 有發行的書局都有 我想大家可以留意周慶大師的Facebook 這次好像三中商都入多了 入多了 但其實都除了 是不錯 為什麼不留意你的Facebook 為什麼不留意你的Facebook 都可以 但是問題就是 現在我們未知發行哪幾個書局 但應該由上次買到的書局 今次都買得到 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今次同樣在Google Pay Store 有電子書 另外你也可以去 直接去 你們的書局網站 叫什麼 382.com 對 382.com 網站直接去買 不要緊 我雖然現在未知書局的名字 叫做382.now 就是這個網上書店 總之大家記住書名 總共找到怎麼賣 就叫做逆權之部 但到時上網搜尋就可以了 好 到此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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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